64岁黄湘莲未嫁院长老公甘当三个孩子的后妈毅然吸引!12年后全家照曝光网友与过天勤。 在杨丽花、黄湘莲也亲歌子戏《三王鼎丽年代》,四岁时黄湘莲跟着母亲到小明明的剧团客串演出,父亲过世后才开始在各地主持活动表演。 后被陈聪明挖,绝进入电视歌子戏,民国58年参加中式电视歌子戏《三孝姻缘》的演出,改变戏陆游弹脚变为生脚自此一炮而红,而她的事业很顺利,婚姻更让人佩服。 黄湘莲就是天生吃明星,这晚饭,她的才华不仅表现在歌子戏,再连续剧,主持界歌唱界都有发展,既多不压身,在当时的环境就是歌到现在,既能也是秒杀一众明星。 事业上红红火火的她,在婚姻上一样幸福美满,在2000年迁徙年的时候,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台湾国家研究院院长吴承文,两人直到2006年登记结婚。 黄湘莲与吴承文的婚姻说来也稀敲。 吴承文的妻子在生前与癌症作斗争躺在病床上的时候,从不看歌子戏的她,居然迷恋起了黄湘莲的歌子戏,并对黄湘莲的演技很是赞赏。 机缘巧合下,吴承文认识了黄湘莲。 后来,由于母亲是黄湘莲的铁杆粉丝,为了给母亲的就是大树增添喜气,吴承文邀请了黄湘莲歌子戏团前来助兴。 没想到,寿宴结束后,黄湘莲非但不收吴承文的钱,还给铁杆粉丝,也就是吴承文的妈妈包了一包大红包。 他们也因此成了好朋友。 在这段婚姻之前,黄湘莲有过三次恋爱并生有一二一女。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,黄湘莲尤其重视这个婚姻,为了这段感情,黄湘莲放弃了她的事业,放弃了她最爱的歌子戏。 歌子戏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是,什么都可以排在她后面选择吸引,全心全意去经营她的婚姻和家庭。 由于吴承文是离过婚,并育有三个孩子。 婚后的黄湘莲就是五个孩子的妈了。 说到这里,不得不佩服黄湘莲的高超的为人母之道。 黄湘莲把这三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,换来了三个孩子也真心把黄湘莲当成母亲对待。 其实说是母亲,他们更像朋友。 三孩子有事可能不会找吴承文说,但一定会跟黄湘莲聊现在五个个孩子发展得很好,其中各成了专业人士,一个律师,一个医生,一个教授。 2011年,黄湘莲复出出演舞台剧《唐伯虎典秋香》,为了她最爱的歌子戏,黄湘莲复出后,一直致力于把歌子戏发扬出去。 婚姻幸福稳定的她,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她最爱的歌子戏发扬光大。